今天好介绍 为什么? 你记得吗? 每个人都怕文字咬 但是我不怕跟你说 因为文字怕什么东西 其实很多东西可能它会 没有东西不一样 但是我告诉你 我刚刚发掘了 其实文字是最怕 我认为椰子油 这种就是椰子的油 为什么呢? 它里面有椰子 只不过有侵略的味道 因为我觉得椰子油 以我对小孩子来说 它不能够找某样的味道 尤其是一种小孩子 它缺乏的GP64 这变成它就不可以浓浓 用茶的有敏感的味道 它不适合的 所以我也是蛮喜欢 当我查了之后 真的非常好 我去到某个地方 本来的地方有很多文字 我试试很多东西 为了我试试用椰子油 查了之后 诶?真的成功哦! 没有文字的油了! 还有对小孩子 他缺乏GP64个小孩子 椰子油 查它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他查其他的油的味道 他可能身体不能够接受的 所以我觉得 今次我教训你们 用椰子油 是No.1的 椰子油的好方法来的 为什么? 现在的文字 什么文字都有啦 G卡文字也有啦 一文一文字也有啦 哇! 约则也有啦 一本的留言也有啦 哇! 听起来都很害怕哦! 所以我觉得 我们不可以说 如果有的小孩子 是不可以 接受别的味道的油油味道 真的对他们是一种伤害 所以不可能给文字叮叮叮叮叹的嘛 所以我也是蛮不喜欢油油味道 我也不用怕你 因为什么? 因为油味道 我觉得它很难复习 好辛苦啊 所以当我查了椰子油油了之后 No.1成功了! OK 还有 后的发明最后面 请订阅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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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